身長7600年上百公頃 能幫助排碳的世界級藻礁 因為蔡政府喊廢核電卻不夠 竟然要破壞藻礁 蓋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面對藻礁風暴 蔡政府卻制圖說開發的新方案 已經從232公頃縮小成23公頃 還說接收站已經不在藻礁區 卻者炮轟用話術騙人民 他今天可以開發23 他整個港區都還是一個特定事業專用區 這樣的話術在呼嚷全台灣的人民 一方面談愛台灣 台灣歷史 歷史來不 第一天的手不斷地掠奪 不斷地掠奪 2013年蔡總統參加桃園藻礁活動 觀察藻礁生物還寫下藻礁永存 資深媒體的趙少康抨擊 難道當了總統五年 就忘了七千年的藻礁嗎 今天早上確實趙少康也有透過 助理來跟我聯繫 說好 那如果需要其他的協助 請我告訴他 部分藍綠都相挺 還有30座大學發起粉紅風暴 挺藻礁 台大收到800份連署書 東海大學一天也有1000多人連署 連署突破20萬份 倒數11天要衝到35萬份 蔡英文自毀承諾 人民再也看不下去 記者張超黃正經理台北 蔡報道